有一位老和尚 他凡是遇到居士想出家 他必定要安排那些居士 去做一个事情 就是扫地 过了些时辰 这个居士来禀报 师父我地扫好了 师父问扫干净了吗 居士回答 师父我扫干净了 师父不放心 你真的扫干净了吗 居士想想 我真的扫干净了 这时候师父突然呈下脸说 好了你可以回家了 居士很奇怪 师父我要出家 你为什么不收我 让我回家呢 是的我不能收你 白白手 居士只好回家 不明白 这师父 为什么不去检查检查 他扫得干净不干净 原来这位师父 事先在屋子的 这个鸡脚嘎拉勒里边 偷偷地放了几枚铜板 看徒弟能不能在扫地的时候发现 大凡那些 大凡那些兴佛气躁或耍滑的居士都只会表面上扫一扫 不会认认真真地去扫那些鸡脚嘎拉处的 因此也不会捡到铜板交给师父 他的师父 他的师父就是这样看出了徒弟的破绽 如果他们捡到了铜板 不交给师父 那破绽就更大了 贪恋的人是不会认真去做别人给他的事情的 师父看出的破绽 就是居士的品德和修养的弊病 所以我们衣服上的破绽 需要缝补 而我们人在品质上的破绽 需要通过学佛修心来克服 只有时刻守戒 严格要求自己 才能使自己的道德品质日趋完善 才能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间菩萨 有一位乐传禅师 是一位善与绘画的高手 可是他每次作画前 这位师父必须坚持购买者先付款 否则他绝不动笔 这种作风常常遭到世人的批评 有一天 有一天一位女士请越传禅师帮他做一幅画 越传禅师问 你能付我多少酬劳 你要多少 我就付你多少 那女子回答说 呃 但是我要叫你到我家去当众作画 越传禅师答应了 原来那女子家中正在宴请宾客 越传禅师以上好的毛笔为他作画 画成之后拿了酬劳就要离开 这时候突然这位女士对桌宴上所有的客人说道 大家听了 这位画家只知道要钱 他的画虽然画得很好 但是他心地肮脏 金钱污染了他的善和美 出于这种污垢心灵的作品是不宜挂在客厅的 他只能装饰我的一条裙子 说着进屋拿出自己穿的一条裙子 要越传禅师在裙子的后面做画 越传禅师问道 你出多少钱 女士答道 随便你要多少 越传禅师说 文影二百两 这显然在当时是一个特别昂贵的价格 但是那位女士爽快地答应了 越传禅师按照要求 在裙子上画了一幅画就走开了 很多人怀疑 为什么只要有钱就好 你受到任何侮辱都无所谓呢 越传禅师 你到底心中有什么想法呢 原来越传禅师居住的地方 经常发生灾荒 富人不肯出钱救助穷人 因此他自己筹资建了一座仓库 储存道骨 以共政绩之需 又因为他的师父生前非常慈悲 曾哭着许下大愿 愿帮助当地的民众消除灾荒 他要建座一座寺庙 但不幸 其志未成 师父就作画了 越传禅师立志 要完成师父的遗愿 当越传禅师完成的意愿之后 他抛弃画笔 退隐山林 从此不复再画 我们学佛人在人间 你为了学佛 有时候在别人不理解你中 你会受到一些语言的侮辱 佛法的人辱精进 就是让我们知道 只要坚持自己的行为 是正直的 是为众生的 你就不必去计较别人对你 暂时的不理解 要把完成自己的正信正愿 放在首位呀 想改变人生的境界 先要改变自己的态度 不要去为那些 还没有努力的未来去担忧 我们只为当下存在的现在 而要去努力呀 实际上每个人在学佛当中 努力和理想之间 永远那是艰苦失败和成功之间 但在你心中永恒不变的 那就是你的忍耐 与精进之心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